第615集 因为你不配 黑魔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为什么 天不悔绝望暴怒的声音传来 为什么 黑魔突然仰天长笑 笑声虽然依旧是阴森森的 却笑得极为畅快 天不悔 我黑魔只有两个选择 黑魔哈哈哈哈的笑着 身子纵横腾略毫不停留 第一 我和我的女儿 与我的家族 共同为了你天不悔的霸业牺牲掉 第二 那就是为了我女儿的幸福 黑魔嘶哑地骂了一句 身上又中一道 他冷冷地长笑一声 反鼠一剑 刺入一位黄座的胸膛 天不悔 你已经败了石长风为义父 难道你当我不知道吗 你已经制定下了覆灭黑魔的大忌 你以为本座不清楚吗 黑魔最擅长的不是杀人 而是前行逆计 哈哈哈哈 你与石长风制定的这个计划的时候 有没有想到 本座就在你们的头顶帐篷上 我黑魔虽然只是个杀手 可你这种卑鄙小人 如何配让我与你牺牲 黑魔长身而起 带着淋漓的鲜血 积舍而出消瘦的身形 仰天大笑 哈哈哈哈 你不配 你不配 田不悔一张俊脸都扭曲起来 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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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场中已经混乱不堪到了极点 田不悔那一方的人只剩下不到四十人 而黑魔家族却只剩下两个 包括黑魔自己 和那位与他刚刚被打落军级的太上杀手 孤独行常见如风 如雨 如霧 拼命的往里杀进去 但是对方的这些黄作们 却是个个都像失去了理智一般 根本不理他 拼出性命 就只为在黑魔的身上打上一掌 踢上一脚 刺上一剑 砍上一刀 甚至咬上一口 一人凌空欲剑向着黑魔冲去 孤独行当空拦截 刷的一声就将这人拦腰斩为两段 可是他的上半身竟然依旧带着璀璨的剑光 冲进了黑魔的斩圈 猛然轰击上去 你有苦衷 我们何尝没有牵挂 你不想这样为田不悔牺牲 但我们何尝又应该死在你的背叛之下 轰然一声响 黑魔闷哼一声 一仰头 口中瀑布一般的喷出了漫天血雨 几道闪亮的剑光已经到了他的身前 一声惨叫 那位黑魔太上长老猙獰着眼神 看着已经刺进自己胸膛的两柄剑 突然宁笑了一声 喝道 雷儿 听你爹的话 然后他就用自己的两只手 猛的抓住刺入自己心脏的剑 啪的一声白断 那两人长剑突然断了 身不由己的往前冲去 那位太上杀手阴森森的笑着 将刺入自己心脏的两截断剑拔出来 阴冷的道 跟我一起走吧 扑扑两声 带着他心脏热血的剑尖 就又刺入了那两位黄座的前胸 三个人同时大叫 同时用尽了生命最后的力量 疯狂的用断剑在对方身上乱砍乱炸 等到同时倒在地上 已经同时变成了三堆碎肉 那边的黑魔已经是血肉纷飞 危在旦夕 莫雷尔刚刚醒过来就看到这一幕 哇的一声惨叫 接着就又晕厥了过去 昏迷中 仍然在不断的从口中冒出鲜血 将董无伤胸前的衣衫染得一片通红 独兴 黑魔不能死 把他给我捞出来 要死也不能现在死 楚阳心中一热 连声下令 不要救 莫天机想要阻止 楚阳说话 但是却已经来不及了 孤独兴一声长啸 突然间孤独的剑意竟然再次弥满苍穹 与此同时 天地间迷迷茫茫 似乎所有人都忘记了什么 忘情剑意 孤独兴这位双料剑地 生平第一次拿出了真正的压箱底的绝血 孤独剑法 忘情剑法 同时在他这异兵剑上展现而出 他冰冷 孤独 忘情 寂寞 飘飘渺渺 却又是快如闪电 用一种梦游一般的姿态 从匪夷所思的角度 一路见光滚滚地杀了进去 四位皇座都撑起了领域护照 支撑着外面的进攻 只是疯狂地攻击黑魔 但孤独型的黑龙剑 似乎是无视领域 就直接一剑一个 刺穿了他们的身体 然后一听不听地往里面突击 四位皇座只感觉到心脏部位一阵冰凉 醒觉重剑 正要拼命 一股孤独的剑意 突然在心脏之中爆发 五脏六腑同时破碎 但是他们还存在最后的一丝理智 想要拼命 可是一股忘情的剑意 已经弥漫了他们的脑海 似乎在这一刻 突然混沌了一下 遗忘了一下 然后他们就什么都没有来得及做 就茫然的倒了下去 孤独型的黑衣几乎在刚一动手 就被鲜血全然尽透 仗剑如风 一停不停斩杀六人 冲进了包围圈的最里面 外面 数十位皇座同时发起了最为强大的进攻 侧应够独行 此刻 黑魔已经游进灯窟 一声大叫 一条左手 被人一剑连肩披落 黑魔身子一抖 三柄剑同时狠狠的刺向他的额头 心脏 咽喉 黑魔已经没有任何力量去抵挡 去招架 去躲避 但就在此刻 孤独行那一股孤独忘情的剑意 却突然冲涩了战圈 剑光梦幻一般飞起 三柄剑的剑尖同时在抵达目标的一刻 莫名断落 然后孤独行的剑就化作了闪电惊鸿 扑扑扑 三颗人头跳跃似的在空中蹦跳起来 孤独行空出的左手已经一把抓住黑魔的腰带 一抓 腰带却断裂 他浑身的衣衫已经破碎 孤独行一皱眉 长剑不断出击 手中再次一抓 干脆抓住了他的右肩膀 一声长啸 剑光就变成了滚圆的光柱 斑斓璀 孤独行一手掌剑 一手抓着黑魔 宛如一条寂寞的长龙 从空中飞腾而出 杀了他 杀了他 田不悔跳着脚疯狂大吼 但是却已经做不到了 仅剩下的不到二十位黄座 被八十多名黄座一拥而上 围在中间 刀剑齐下 刀光如铺 剑光如雨 连声的惨叫 最后三个人挺立的身体 仇恨的看着孤独行 抓着黑魔离去的方向 满眼满脸的不甘心 众黄座 刀剑纷纷的劈去 没有遭到任何抵抗 这才知道 这三个人挺立着身子的黄座 已经不知道在什么时候 早就断了气了 为何不救 楚阳转过头来看着孟天机 为何要救 孟天机皱着眉头 若要救 一开始 孤独行就可以将他丝毫无损地救出来 孟天机怒道 我正要借此揭露填补会的阴谋 借此来对付上三天石家 留下九中天执法者对石家的不好印象 方便我们以后行事 如今黑魔未死 那种压抑悲愤的气氛就没渲染到位 少了这种氛围 效果势必要大打折扣 而且仇恨心与不公平感 也很难激起 莫天机皱着眉头 你为何这么冲动 黑魔乃是死得其所 死得心安理得 你让他活下来 反而多了许多的变数 楚阳眼睛定定地看着他 他终于明白 为何孤独行在一开始的时候 表现的并不是很积极 原因就在这 因为莫天机事先就料到了 所以也提前就安排了孤独行 但是莫天机在孤独行心中的地位 怎么能比得上楚阳呢 所以莫天机虽然安排了 但楚阳一声喊 孤独行即刻就放弃了原本的决定 救出了黑魔 这其中又是一种对抗 智记与人道 其实就是属于楚阳和莫天机之间的对抗 莫天机不问任何过程 他只要结果 而楚阳与他最大的不同 也就在这里 良久 楚阳才深深地吐了口气 天机 我明白你的计划 也完全可以推测出 你下一步会怎么做 会怎么说 也知道 你这样做 对于我们将来问鼎上三天 实在是有事半功倍之效 最少若是按照你的思路走下去 石家会有大麻烦 而石家乃是九大主宰家族之一 我出手实际上就是完全的阻碍了你的计划 让我们将来多出几分本来可以避免 而且能够利用的抗力 但我不能就这么眼看着黑魔死 天机 我比你更希望黑魔死 楚阳诚挚地看着莫天机 莫天机神色缓和下来 深深地叹了口气 我明白 是 现在黑魔他不能死 作为敌人 他是一个阴险狡诈的敌人 但却值得尊重 为何 因为他本就是隐藏在黑暗中的杀手 他不偷袭 不暗算 那还是黑魔吗 第二 作为父亲 他是一个合格的父亲 作为父亲 他让人敬重 佩服 但这并不足以我让顾独行救他 因为在他的手上 毕竟有着无数的雷雷血债 那些也的确只有死 才能洗刷 才能还清 楚阳缓缓地躲着步子 我让顾独行救他 乃是为了无伤啊 黑魔若死 莫泪尔如何 懂无伤会如何 幸福 黑魔若是就这么死了 这个老混蛋自己觉得自己做得很美 很尽心 含笑九泉了 可是他为女儿争取的幸福 还叫个屁的幸福 那叫终生的折磨还差不多 莫泪尔终生受折磨 那岂不就是无伤这一生要受折磨吗 这是无伤一辈子的事情 我们不能完全以利益的角度去看 有时候我们要考虑的还有人道 人性 莫泪尔终生 莫泪尔终生沉默不语 一方面他对楚阳的话不敢苟同 但另一方面 他却知道楚阳做的是对的 两人漠然良久 楚阳低沉道 天机 若是遇到这件事的 是你而不是无伤 大家都会与我是同一种选择的 这点我不说 你自己也能想得到 莫泪尔终生躯一阵 抬起头来 我对你的志际完全放心 对你的运筹充满信心 对你的心急 也很是看重 楚阳多了两步 但是对你有个要求 唯一的一个要求 那就是你在以后制定什么计划的时候 先从不要伤害自己人这个角度和前提去入手 我们中的任何一个 都损失不起啊 第615集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